快步向前走 即使累了 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推动他们走下去的 是一种待人处世的价值观 这群华商是为了 纪念李先生而走的 李先生 这个对很多事情 都非常坚持 那么他一向讲究 己律 那么这个 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这种坚忍不霸 不去不饶的精神 那么当然也包括 在运动方面 他老人家本身与生作者 每天呢 就是都保持运动 这样的一个习惯 前天也就是刚过的星期三 由中华总商会主办的 易走活动 吸引了大约六百名 商界人士参与 他们从总统府公园出发 途经李先生雇居附近的 欧斯里坡 他的顾居呢 呃 象征他生活的地方 那我们 呃 经过 啊 这个 他的顾居呢 也希望呢 呃 能够 让我们 更加缅怀 这位伟人 啊 那么 呃 不管这个 他的住家 拆或者不拆 我想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让我们 能够更深入的思考 李先生 所留给新加坡人的资产 跟他的那些治国理念 李先生在这栋独立式洋房 住了超过半个世纪 他生前立下遗嘱 交代在他百年后 房子必须马上拆除 如果女儿李伟林医生 选择继续居住 房子也必须在李医生搬出后 立即拆除 公众认为 雇居该拆 还是该保留 我觉得应该保留吧 因为毕竟是一个名人雇居嘛 所以很多地方 他的名人雇居都会有所保留啦 所以 呃 供后人赞养他的精神 如果他的抑郁是 呃 不要让他再存在了 那就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我觉得应该保留啊 因为这是他的精神啊 就有他的家在 我们才能知道他的 我们才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刘泰格认为 故居值得保留 作为纪念李先生的个人博物馆 从我规划师的角度来看 他这种房子是有保留的价值 进去里面能够看到他们以前生活的那种环节 是深有感受 给我带来巨大的灵感 不仅仅是把他的相片 个人的用品呈列出来 而且有一个研究中心 就研究他个人 包括其他有功劳的人士 过去对新纳坡是做出怎么样子的贡献 李先生的弟弟李祥耀医生 希望国人遵从李先生的遗愿 他的想法是 你必须把房子弄掉 但是他非常正确 很多照片都被写过 他知道我们 als孩子 也跟他一起住在那里 当我们年轻时 所以他邀请了所有弟弟 来来 写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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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被写过 我认为国家 人们喜欢保持沙尔路 为感情感 特别是在住宅室 但是很多照片都被写过 工具都被保留 我认为他的想法 必须要合作 国人认为 以什么方式 纪念李先生最为恰当 可能把记长 用他的名来命名 或者是可以做一个李光耀纪念日 给下一代子子孙孙 他们能记得他这个人物 编入学校的花文 课本的教材里面 可能是一个标志 因为他可以算是一个 新加坡的父亲 就是像那个 史丹丹丹丹丹丹丹的 那个 的 就是 他 他来到新加坡 然后他开始 新加坡 所以 同时 李光耀纪 开始了 整个建筑 他也不希望我们一直 果足不前 然后就站在原地踏步 所以我们要一直 往后觉得 要让自己一直 努力 一直进步 这样子 这是纪念他最好的方法 我会记得李光耀先生 所做 所恩惠我们新加坡 人民做过的东西 然后跟他好好学习 展现出他各种的 values 李先生生前 并不希望人们把它神化 但刘泰格认为 以李先生对国家的 贡献来看 为他设立塑像 并不为过 每个国家 他的人民是需要 有他们心目中的 英雄人物 因为英雄人物 也为国家人民带来 巨大的动力和灵感 我们要有这种各方人士 共同一个进养的目标 应该如何纪念建国功臣 政府去年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来探讨如何建设一个 建国元勋纪念堂 最近委员会宣布了 有可能建造纪念堂的地点 分别是滨海东花园 或福康宁公园 建国元勋纪念堂委员会表示 他们收集到的名义显示 纪念堂纪念的应该不只是个人 而是建国元勋所体现的价值观 特别是对多元种族 对于新加坡建国的时候的这种 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 就是这种开天辟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从无到有 大家会特别会觉得 这些是我们需要珍惜的 李翔耀医生希望国人 尤其是年轻一代 学习和延续建国先驱的精神 使新加坡迈向下一个50年 我们是一个很坏的国家 城市是坏的 我们改变了森林 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 和良好的住居 和年轻人都要知道背景 现在年轻人都很舒服 他们有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住居 良好的环境 50年的蜕变 从无到有 从落后到繁华 一代伟人留下的精神遗产 可以传承 但更重要的是 国人是否能从中学习 身体力行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